圣经告诉我们 相对的事用相对精神去处理 绝对的事用绝对精神去处理 怀疑的人是他的软弱 你不要讨论所怀疑的事情 有怀疑的人的软弱 你要接纳 你的上帝已经接纳他了 有的人看这个日子很神圣 他守着 有的人看这个食物不可吃 他不吃 你不要因为他吃这个不吃那个 评论他 论断他 轻看他 排斥他 你不要因为他守着的 不守那的 你就跟他抗拒 就跟他做仇敌 因为这些相对的事情 你要容纳他 你要接纳他 有人吃东西跟你不一样 不要因此把它当作仇敌 有人看每个日子不一样 你不要把它当作仇敌 你不可以把仇敌当作仇敌 也不可以把仇敌当作仇敌 因为相对的事情 不必太计较 有很多exception的事情 你可以接纳 但是绝对的事情 你不可以退让 教义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 和服圣经上帝旨意的问题 你要严厉 但是对应生活的细节 彼此不同的看法 你要彼此尊重 彼此贱纳 这样保罗在这里谈的 就是相对与 绝对之间的关系 咱们快得上词 感谢您的期待 感谢您的期待 感谢您的期待